原本的道路是兩線道 但是為了這些停車場 就是遊覽車的停車場 他把原來我們上山 等一下我們回去的時候 因為我們兩點半在這邊 會上遊覽車 上遊覽車 遊覽車會載我們回去 森林遊樂區那邊拿行李 所以你繞過去的時候 你可以看到馬路旁邊 就是原本是兩線道的路間 旁邊就變成遊覽車的停車格 也可以看到一個新蓋的停車場 也可以看到一個新蓋的加油站 請問這些在還沒有蓋之前是什麼 森林 森林啊 就是有森林啊 如果說這些森林 這樣子再擴大一點點 然後再為了停車場再挖掉 而且都是把森林破壞掉 像這裡都是國有林班地 誰可以砍樹 林務局啊 主要政府啊 然後他就是把這樣的森林破壞之後 然後再加上當然森林上面的 這些很多的問題 當時日本人他們在做這邊的建設的時候 其實他就知道說因為二萬坪這邊是屬於比較下坡的地方 那下坡的地方我們都知道會有所謂的地表水跟浮流水對不對 因為水他會震到地底下去之後 他還是會有水會流出來 所以在這幾個地方有日本人那時候設了好幾個叫做抽水井 如果說二萬坪這邊要保全的話 那個水井要抽水 然後把浮流水的水要抽 然後要引流到外面去 那你當然看到的這些柳山當然在被破壞 然後那個 我們政府其實對這個地方也不是很清楚 就把抽水井也停掉了 然後當時日本人做的東西他們覺得一點都不在乎 然後抽水井也停掉那時候 陳老師就看到這個可能很危險 因為我們看到的那個停車場是在這個後面 阿里山森林遊樂區在後面 路口在後面 所以我們看到這片柳山林的後面 他原本森林就被砍伐掉 然後來做停車場 然後來做加油站 來做一個大型的遊覽車的停車場 那再加上說下面的這個地方的抽水機被停掉 然後你沒有森林的保護的水土保持 然後再加上抽水機就停掉 一下雨下下去的時候 他很快的水就流流到這邊 流到這邊 然後這個浸流在當時的下雨 整個從上游的 就算上破的地方流到這邊的時候 居然高度可以超過一公尺 你就知道說森林破壞有多嚴重 然後呢 因為這個柳山林他的水土保持 當然不比原始森林 但是他還是有一些水土保持的功能 還是有一些功能 可是呢 等一下我們上去可以看到 很可惜的這上面的這一片柳山林裡面 是山葵園 所以變成說這個地表的浸流下來的時候呢 那為什麼會造成這麼大的一個撕裂的崩塌 連這個地方我們站的地方都是站在空中 當時的崩塌是崩到這邊鐵軌整個懸空 你有看到我的圖片 所以你們現在站的都是站在空中 那整個崩塌的地方又重新再回田回來 那 因為像上一次的那個地表的浸流這麼的大 而且在其實這個其實冰凍三紙飛一日之寒 那上面的柳山林下面因為 爛肯的關係 這些都是違法的 但是不是 那政府也不是很在意 不是很在意 你想想看 在這個要賣多少三葵 這些工程款 總共要花4億6千萬 請問後面的那些三葵園 總共要賣多少三葵才可以賺到4億6千萬 很難吧 那因為下面 從柳山下面只有他們只有兩個層次 柳山下面就是三葵 那我們一般看到的三葵園呢 或者是我們一般 在 喂